今天上午就在新北共辽滨海公路上 发生了一辆连接车一次过完时失控翻覆的事件 而后方货柜整个倒在路上 里头石灰水素全部都撒在路头 那么到底状况如何 连记者序号告诉大家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连接车后方的货柜 就整个四角朝天翻覆在大马路上 货柜受损破裂 里头再的白色石灰粉全部都撒出来 把路面染成一片雪白 也造成这个路段暂时是单向封闭 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这个地点是在台二线的滨海公路 新北市共辽的茅澳渔港附近 在今天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这辆运输公司的连接车 经过弯道的时候 疑似不慎失控翻覆 造成38岁的男性驾驶头部有撕裂伤 被紧急送往共辽奥底的保健站治疗 不过索性他是意识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整起意外的发生原因 还有带警方釐清 那么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 最新情形